大家好,我是邱冰 我现在在四川成都 这里是双流机场 我们现在是坐地铁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上了地铁就知道了 它那个地铁是不一样的 它这里都是支持二维码的 就是天府通 要单独下载一个APP 这样扫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很快的 它这个火车站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些壁画一样的 就是图案 这个弄得挺好看的 它这里成都 机场离市区不是很远 就十几公里 所以速度很快 从这里到火车站 到成都北站 也就大概一个小时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其他地方很多城市 要两个小时 它这里很快的 这里是刚到达一趟地铁 来了 我们准备上车了 很快的 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很有意思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它这里的座位都不一样 有横排的 有竖排的 跟哪里很像像的 跟那个长沙的那个 十全府很像像的 大家看 座位 三个 两边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规整的 正常我们坐地铁 就是两排 它这里是这样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 大家看看 整个这个车厢 这些风格 有点复古的味道 是不是有点复古的味道 跟那个高铁很相像 我们走一下 看看 它这个座位都不一样 我们平时坐那个座位 有些是不锈钢的 它这里是完全区别很大 很严重的 就是很好玩 这个 大家见过这种没有 我也是第一次在地铁上见这种 它这里 它这些座位都是塑料的 我们平时坐地铁都是这种的 像不锈钢一样的 它还是差别很大 它这里 成都机场 就算是这样 有两个行站楼 T1跟T2 地铁直接过去的 很近 这个T1T2行站楼 好像都有客运的 你看 都有人来 所以说它成都这个机场 还是挺大的 两个行站楼 它这条线是10号线 是很快的 所以说 这个大城市有地铁 非常方便 还有一点 它这个地铁 我感觉到车厢 比其他地方的地铁 车厢可能大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感觉 还是真是如此 反正显得比较空旷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成都的地铁线路图 地铁很多 十几条线 它成都这个10号线 是成都的第五条地铁线 它线路不长 只有10公里 6个车站 就我们说的 它是专门基本上是为了开通机场线路运行的 它这个是17 27还在建 有27公里 它这个属于宝蓝色的标志 这边比较空旷一点 我们看一下 它就是到T2行站楼的开平原就6个车站 后面这些都还是还没开通 是27的建设 总共到时候如果1727全部建起来的话 就大概是37公里 15个车站 最高一天11万 还是挺繁忙的 就是国庆节前一天 所以说很多人赶飞机 是这样的 基本坐这条线都是赶飞机 它这个地铁是2017年9月份开始运营的 也就是说现在两年多一点点 有了这条线 大家去机场很方便 不用打车啊 很多有时候也不用开车啊 直接的话就那个坐地铁就行了 到站了 我们准备下车 这轮还是挺多的啊 大概从那边机场坐到这里大概20分钟吧 不是很远 我现在赶回那个成都火车站附近了 我居住在那里 这边是要换乘的 我要重新换一条线的 我们在地铁这里看到一个线路图啊 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看一下啊 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都是那个成都地铁标明 你在去哪些旅游景点旅游的时候 它有个线路图一样的 给你个标明了 你看杜福草堂 四川图书馆宽载巷子 午后池景礼体育馆都在哪里 都非常方便了 这个设计的比较人性化 我们在这边坐车 哇 这里有很多人呢 我们就在那里等吧 哇 大家看一下 10号线 3号线 7号线 我们现在坐的这条线路啊 是环线 是内环 它这个环线啊 这7号线啊 有内环跟外环的区分 坐满了人 我们坐一下 嗯哎呀 谢谢你们 看着 看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